FWC 財智通訊社 Hello 大家好 這是FWC 財智通訊社 我是今天的主持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講解什麼叫做ETF 亦都有人被讚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大師 亦都專稱為一位避險基金之王 他在哪位呢? 想知道是什麼呢?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FWC 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新片 這個人全名叫喬治索萊斯 先帶大家回到1969年 量子基金的前身雙英基金由喬治索萊斯創立 註冊資本為400萬美元 到1973年基金改名為索萊斯基金 資本著升至1200萬美元 量子基金成為最大一個 亦都是當時全球最大規模的避險基金之一 到1979年 索萊斯再次將其後公司改名 正式名為量子公司 量子基金總部設立於紐約 但其出資人並非美國國籍的境外投資者 目的就是為了避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的監管 量子基金投資於商品、外匯、股票、債券 並大量運用金融衍生出的產品 槓桿融資 從事全方位的國際性金融操作 分析著索萊斯的出色分析能力和膽識 量子基金在世界金融市場逐漸成長和壯大 由於索萊斯多次準確地 遇見到某些行業和公司 有非同尋常的成長潛力 從而在這些股票上升的過程中 獲得超額的收益 即使在市場下滑的紅市中 索萊斯亦都以徵佔的賣空技巧 而大賺其前 1997年年尾 量子基金已經增值資產總值近60億美元 在1969年 注入了量子基金1美元 在1996年年底已經增值至3萬美元 即是增長了3萬倍 當然他們最出名就是在1992年9月 最激英格蘭皇家銀行 索萊斯與他們的團隊 短短一個月之間獲利15億美元 索萊斯與ETF之間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在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並沒有ETF的存在 直到現在這個世代就有ETF的出現了 ETF的全名叫Exchange Traded Fund 即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顧名思義即是可以在聯交所上上市和買賣 買賣的程序和花費和一般的股票是類似的 只不過買的就不是個別的股票 而是基金 ETF的投資組合包括股票、債券、商品、貨幣市場 工具等投資產品 投資者買入的ETF等和買入的投資組合 所有產品 一般來說ETF分為兩種 一種是被動型和主動型 被動型ETF即是跟蹤一些特定對象 例如大市、恒指ETF、特定行業指數、新經濟股、科技股、特定資產、黃金ETF、債券等等 主動型ETF就不會追蹤指數 而是由基金經理去選擇投資什麼產品 主動型的ETF和當年傳統的量子基金的操作非常之類似 就像索羅斯所管理的基金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 同年10月利用資金環數東南亞之後 索羅斯帶領國際炒家將目光投射著向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足三個月的香港 同月香港政府調高隔夜拆息 指期一度高達300% 目的就是阻止炒家拆借港元 後來被約稱為任一招 到11月對沖基金開始 港元長達十多個月的進攻 宏觀對沖基金在匯市、股市、歧市、聯動造市 全方位發動對港元的立體式襲擊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大量放空港元現匯換美元 同時放空港元期貨 然後在股市拋空港股現貨 此前後恆生指數期貨市場大量沽售 期止合約 最後在香港政府頑強抵抗下 對沖基金三次進攻均未能摧毀了港元 香港政府動用大量外匯儲備 抵入股市 一度佔有港股70%市值 更成為部分公司的大股東 一旦股市下挫 聯繫匯率將可能崩潰 其後成立外匯基金投資公司管理 並在1999年11月 香港政府將購買港股以盈富基金上市 批發秀回市場 今集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 給個like、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新片了 記得和新片的朋友分享 關於什麼叫ETF 以及關於喬治索羅斯的小故事 而下集就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關於香港的ETF的前世今生 未來我們FWC 會有更多關於不同的投資技巧 市場消息和資訊 和大家分享 繼續留意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講這些 今天不講這些 講哪些 等等 Kindis 上次在IKEA訂的梳化去哪裡 行了 一早就在這裡 OK 但人家不是幫我們砌嗎 現在很流行DIY 當然要自己動手 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開始了 再見 好 方法完成了 好 又收得工了 不過先買納豆線 但你們記得看我們這個新頻道 就是講這些 好 我終於想用的 你 這一個